在干什么 无可封口 那就休怪我们无礼了 绑了 什么人 毒证刺办案 让开 是 是 活着呢 死不了 我们三兄弟 最不适合坐牢的 就是你了 怎么 那你们俩就适合坐牢啊 我要是被冤枉 我肯定马上就跑了 大哥要是被冤枉了 他会杀了狱卒再逃跑 而你呢 把杀了 我让你把杀了 我看起来 你把杀了 我有个杀了 但是他就跟你说 老杀了 我帮你 把杀了 你把杀了 那我看起来 我仍然不敢 你什么时候 你俩 连我都不能说 不如我们逃跑吧 你小子脑子里想什么呢 他们现在对付我 为的就是之后 可以方便地掌控禁卫军 我要跑了 那接下来对付他 不就是残刑大人吗 不就是残刑大人 四溢林不可能杀人 小宁 你跟我去一趟军长府 求残星大人给军长令 到时候去枢吕司 调看四溢林的卷宗 没准就能找到突破口 到时候就能证明他的清白了 懂吗 走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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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 怎么了 找了也没用 你知道他在哪儿 在哪儿 不能说 小宁 连我都不能说 为什么呀 我 我去说 你们先原地休整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清雄光洞 我先回当帝都 是 是 是谁家的臭小子啊 胆敢调戏远州大将 帝林的棋子 那又是谁家的姑娘 敢叫远州大将军 臭小子 受伤了吗 伤在哪里了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没有你的允许 我怎么敢受伤 阿秀知道你要回来 向我来过一趟 他让你不必担心 司翊林 他自会安排妥当 杨明华有此举 也在意料之中 他这次找我回来 是要有大动作了 明日就是宁殿下的生辰 我这心里总是有些不安 是 如今门雷震天 这暴风雨要来了 是 小宁 生日快乐 你必须被迫长大 但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慢着 既然如此 那我就宣布了 杨明华 阴谋叛乱 大逆不道 已经被当场击毙 雷迅伙同叛乱 十恶不赦 也被当场诛杀 远州四十万勤王军 由歌映星大人带领 已经到了帝都 各位何惧何从 诸军自己选择 不说八道 杀了他 不说八道 你们自己看 头领殷章 肖大人 你究竟想让我等如何 大人这个称呼不敢当 我只想请在座的各位 在这里留到明天早上即可 这条件可以接受 这个条件可以接受 还要谢大人 没让我等去同杨明华统领对战 秀大人 你可了解此刻外面局势如何 走 走 二位大人 你们刚刚说的话意思我明白 只要在座的各位和帝术军 今晚能留在此处 我以我的向上人头担保 你们的仕途还有生命 都不会受到影响 希望秀大人言而有信 我大人 走 我接受秀大人的条件 走 何欣大人 请 上 何欣大人 汉化 华人 我 我 把他们说 他 我 我 我 那 我 我 不 我 你 你 你 我 你的 来得及 雷虹自恃甚高 不甘平反 他的软肋是权利 哥大人 是兄弟如手足 他的软肋 是太过相信身边的人 我曾经也信过 但幸亏醒悟的还不算太晚 信可得人心 也可失天下 如今子川这个姓氏 已经成了姓氏的软肋 等帝都宵禁 雷迅帝处军集结完毕 就可以动手了 这个姚明华 一旦反叛成功 三省台必定会为他罗织 名正言顺替代军长的理由 目前 黑袭军的方进 和靖边军的明晖 也应该被他控制了 帝都骚乱一起 雷迅的帝术军 便可以堂尔皇之的武装进城 实则 是为了对付禁卫军 而我的任务 是到城外去等哥大人 哥大人的远州军 现在正被北渡所牵制 这个杨明华 他竟然算准了 哥大人无兵带回来 如果这样便束手无策 那便不是哥大人了 所以杨明华 让雷虹在哥大人身边 我在城外等哥大人 防着哥大人的后手 他这招实在是太毒了 大哥 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任务 一旦确认哥大人已死 立刻吹响号角 你吹响的号角声 就说明 是他下一步行动的信号 是啊 那这样他们就肆无忌惮了 如果哥大人到时候 能带人回来 便成了你接应他进城 与帝术军抗衡 但是还有萧龙的兵察队 那这帝术军 不如 赌一把 你赌字够吗 当然够了 好 土子来了 大哥三弟 老板 来碗面 好嘞 稍等啊 老板 来碗面 好嘞 稍等 为了救你啊 老子调动了远州军 现在该走了 你就请我吃这碗面 行了 师父 我懂 老板 夹份肉 对不住两位 肉今天卖完了 师父 不是说我使不得钱 是你没口福 叫你这徒弟有什么用 看来啊 远州又有一位重要将领牺牲呢 老板 夹份肉 好嘞 马上弄 给哲大哥也加一份 好 哥 我给你夹了份肉 你得吃完 吃光 我也吃 师父 等您回来 我给您夹份肉 好 您给我买套宅子 一言为定 老板 老板 把你的人叫出去吧 没事了 咱们再撤吧 你们三个在门口等我 走 走 怎么了 全部拿下 为什么呀 且慢 大哥 这跟我们之间说的不一样啊 这是军长大人的意思 下面帝林大人 宣读军长口谕 军长大人口谕 帝恕军诸位 尔等位居高位 甘领聚首 本应孝双国家忠心报国 先行应付杨明华 雷迅等人作乱 欺军叛国陷害忠良 特令带领书律长帝林 前往整顿军纪 清教叛党余孽 凡是参与叛乱者 当即属决 子传教 你这个狗贼 居然敢骗我们 这其中一定误会 一定误会 放心 帝林朔大哥 我去跟他说 大哥 过来 现在情况有变 上报军长大人他一定会通融的 如果不分清红造白的 把他们定为叛逐处死 那就是挫杀无辜啊 朝堂之争从来都是成王败寇 没有挫杀 只有漏杀 他们今天晚上一直都在这儿 我一直陪着他们 我可以作证啊 他们今天错就错在什么都没错 帝书军坐拥十五万巡礼 却坐观局势发展 无论今天谁赢了 都不会放过他们 你想想 如果今晚被杀的是军长大人 你觉得杨明华 会跟你放下过仙 跟你成为朋友吗 大哥 今天不管什么情况 我都不会让他们死 因为这是我给他们的誓言 那你现在应该知道了 不要轻易许下誓言 别磨砂了 全部拿下 等等 大哥 你让开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还是被他们抢了心 你先别说话了 我扛你回去 回去我慢慢说 再不说 就来不及了 葛大人 到底怎么死的 雷虹 还是杨明华 多不是 葛大人 是慷慨扶寺 不 不 葛大人 让我交给你的最后一句话是 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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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将来紫船绣找你 你一定告诉他 赶上 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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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葛大人 merchand x1 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 我知道 自尊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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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是他 是他 抽标两大 抽标两大 一定是他 这些 都是阿秀告诉你的 没错 阿秀在远州七年 对这些部族的了解 都十分透彻 那他自己还口口声声说 怕房子丢了 其实话里话外 都在提醒你我 真正的危险在哪儿 大哥 有句话 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如果有时间的话 能跟阿秀聊一聊吗 你知道 主要是你说我这帝术军呢 每天都要练兵 我给你们中间传话很累的 我们不是小孩子在闹别扭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 只是彼此要面对的东西不同罢了 你对这些人 也就是 不许多 你看 这些人 我还在哪儿 我还在这儿 我还在这儿 是 你不许多 他不许多 你不许多 我可以许多 你不许多 所以 这立场难免有些尴尬 所以 领兵司很有可能下令 让领兵和罗伯 放弃追累活 改去评判 伴兽人和蛇族的叛乱 是的 你的意思是 让我以私人身份 写信给他们 提前做准备 是的 现在最尴尬的人应该是 应该是蒂灵吧 这话我不传了行吗 要传你们两个传 干什么呢 明知道都是对方说的话 还在这装不知道 搞得我跟傻子一样 在你们两个中间传来传去 要传你们两个自己传啊 二哥 好了 信 我写 但不是因为听他的话 我是为了领兵和罗伯 你小就是最佑 我 我写 起来吧 别装了 我走了 小宁 你 小宁 你怎么来了 我刚睡着了 我是军长继承人 是子川家的公主 你曾经答应过我 不管我发生什么 你都会誓死效忠我 小哥哥 我命令你 跟我回家 我会誓死效忠你的 但正因为如此 我才不能回去 你是军长继承人 是公主 而我是子川的军人 你有你的职责 而我的职责 是听领兵司的命令 现在远州战乱 那命令是让你去远州呢 那我也理应如此 而且 我有未了之事在哪儿 好 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只要你有一颗想回家的心 我可以等 你会回来的对吗 我不知道 小宁 对 你怎么会知道呢 现在领兵司的命令 又没有出来 我先回去了 下次再来看你 小宁 走吧 換個說法吧 我再過兩天 就要去遠州了 我可能很久都回不來了 我知道 我等你 我也可能 回不來了 不會的 我等你 好 好 對 不會的 你可以等我 但是在等我的這段時間裏 你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對不對 比如說 你可以出去走走看看 逛逛街 買一些你喜歡的胭脂 口紅 還有去認識一些 新的男孩子 小妞 說實話我發現 你身邊其實沒有什麼異性朋友 你現在一個十七八歲的年級 這不太正常 沒有啊 我 我有很多異性朋友的 司翊林 羅傑茗宇都跟我玩得很好的 小妞 我說的異性朋友 是那種朋友 是那種朋友 你是說 那種朋友嗎 我 子傳宇我再問你一次啊 你說的是那種朋友嗎 就像 就像四翊林和卡丹那樣 你 是 白川 來 祖 你也知道 我子傳秀這個人呢 平時對生活的品質 還是有要求的 因為這次離開帝都 太匆忙了 所以啊 這些人的糧草和棉布 我只能從他們那些人身上 捨出來 你欠這麼多 以後怎麼還啊 你這麼直率 怎麼做我的富江啊 我們是出來打仗的 打仗就不可能一直留在凱閣城 所以我 所以我欠他們的賬 不著急一時還請 子傳秀 自從你抵達凱閣城之後 整日不見蹤影 放任手下外出循歡作樂 現在又在這裡欺詐凱閣的商戶 你到底想幹什麼 白川 你怎麼能直接 稱呼你長官的名字 頭兒 頭兒 有雷洪消息了 雷洪 消息哪裡來的 周鑽庄老闆的妹妹 她的相好是卡西財主的表哥 行了 認神挺多 都是頭的合作夥伴啊 他們是這麼說的 難道說 你召集這麼多商戶在此 就是為了打探雷洪的情報 怎麼 本大人的想法 也要跟你匯報嗎 羅姐 趕快通知茗玉 把外面那些吃喝玩樂的兄弟們 都召集回來 現在 有正事要做了 是 這麼說 我還錯怪你了 或許情報是一方面 我留著他們 以後自有用處 你召集這些商人的情報 靠譜嗎 能在這遠州做生意的人 都有兩把刷子 情報裡說曾有商隊 在洛霞山谷一帶看到過 雷洪率領叛軍 那裡一手難攻 也很方便募集糧食 不管怎麼樣 我們一定要去看看 我這就去協助羅傑整頓隊伍 明日即刻開副落霞山谷 我 你以後還想不想在軍隊裡混了 秦武司管事你都敢打 昨天我看你吃我們收來的糧 吃得不也挺香的嗎 再說了 秦武司大人寬宏大量 不但沒有責備我們 還多給了我們五成的糧草 秦武司大人 真是 深明大意的好奇領啊 萬一他又是上報書律司怎麼辦 你說得清楚嗎 他們投我熟 好 第零 桃 桃 梁草已經準備就緒 羅傑警帶著兄弟們有序發放了 好 發放 給誰啊 你不是挺消用山站的嗎 天煞的雷洪 擾得遠中民不聊生 惡飄遍野 這個凱閣承鎊 謝謝 看上去光鮮浮華 可實際上呢 連一碗粥都沒有人願意試試 我們要是再不管他們的話 這兒有一半人都會餓死 舉手之勞 至少能保證他們不會被餓死 劃得來 要來的糧全分了 謝謝 那秀子贏的兄弟怎麼辦 你就放心吧 我會想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 保證兄弟們吃好 喝好 茗玉 待他們把這份完之後 讓兄弟們 解散自由活動吧 明天早晨 提前集合就行 眼下是戰士 這麼多士兵 怎麼能夠放任他們徹夜不歸 這一路奔波很辛苦的 茗玉 照我說的辦 好嘞 下一個 是嗎 這幫人你還不了解嗎 如果再不給他們放放風 他們就離造反真不遠了 懂不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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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 我們餓 秀哥哥 秀哥哥 我們走吧 姑娘 姑娘 這個還你 我們實在是太餓了 不不不 姑娘 秀哥哥 其实你根本没打算伤害他们 怎么没打算 让我们紫川家族的继承人 吓成这样 全尸都不能留 是战略让他们流离失所 他们只是想要拼尽权力 活下去而已 我又能说什么呢 在帝都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人和事 这远州 或许 才是真正的紫川 我知道 你让我看到这些 是想让我回帝都吗 但 但我不走 你也看见了 那群难民为了一口吃的 什么都做得出来 只能见一个杀一个 而且 而且根本杀不完 那 那这些应该是雷洪负责 在远州 这只是冰山一角 那是雷洪负责 雷洪责给我负责 这种地方 你根本不该来 我身为紫川继承人 身居帝都远离战火 既然对这里的情况 一无所知 也确实太荒唐了一点 那是雷洪负责 那是雷洪负责 的确是为你而来 但是 我现在也是真的 想要留在这里 我想要看一看这个 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世界 你放心 叔叔那里 让好我去跟他解释 清楚就行了 那好 你就暂时多待几日 但是 不可擅自妄动 我在哪儿 你在哪儿 驾 驾 你去哪儿 我就跟你去哪儿 坐下吃吧 好 来 我来给你倒 来 来 满上 那 阿修啊 别看这些小家伙们 我没见过你 但是你的故事 对他们来说是 如雷灌耳啊 姐姐 你真想 小心吓着阿修的朋友 别淘气了啊 去玩去 没事 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了 我的好朋友 紫川 紫川的紫 紫宁 紫宁 给 紫宁小姐 阿修我们是老相识了 阿修的朋友 就是我老德伦的朋友 我德伦的朋友呢 就是我们 左依族的朋友 对 是 就 别怕了 他叫阿怪 你不是见过了吗 我怎么不怕啊 要不是你出现得及时 刚刚我就被他吃了 我跟你说 他今天说 我想五花肉 还不是要把我吃了 这是他们左依左人独家的赞美方式 不信你问老德伦 如果有人说他皮肤像五花肉 那说明什么呀 说你皮肤好 对啊 如果说他的脑子像脑花 那说明什么 夸你聪明 对 你也聪明 你脑子也是好 刚才那个小朋友说你香 那就代表着你是真的香 别胡说 哪有这样夸人的 我跟你们说 这个左依族人呢 天生就爱吃 所以在他们的生命里 美好的事物 都比作美食 以后你就会慢慢了解了 阿贵 来 来 先稍认识一下 子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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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你不用怕了 他们很热情的 没事 你的绑脚啊 是因为之前扭伤了 所以得用木板固定上 对了 这个多磨点 好得快 黑草糕 好 这可是宝贝啊 下来 留着吧 如果这个时候 进行物资交易 别说我欠您那点钱 能够轻松还上 以后 也会源源不断地发财 可是秀子营 您看上去实在不太考得住我呀 我秀子营历史悠久 也是皇家王牌不对啊 想必 你们都认识这两位吧 将你们的身家交易这样一位 与思义林大人和地林大人 并驾齐驱的当代名将 为你们的财产保驾护航 好 好 原来是这样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还担心你借他们的钱 还不了呢 我们永远不需要再借钱了 永远 因为我们致富堂 是个一劳永逸的赚钱模式 钱生钱 本番本 利滚利 好 停 好 远州本就平级 哪有那么多土豪给你做生意 远州土豪少 但是人多啊 而且每个地方都有特产 就拿布鲁村来举个例子 他们有自己特产的黑草糕 眼下正是战乱的 哪有人不希望 多囤一些智商的糕药啊 是 是 是 我们就把这个致富堂的消息 散出去 肯定会有人上门来的 果然是前人灾树 绣川大人成粮啊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你们眼里不要只有钱好不好 其实致富堂呢 还有个更大的作用 智富堂的商人走南闯北 遍布四方 比我们行军打仗的范围 还要广得多 所以 我给他们所有人 都发了一个任务 打探雷洪的消息 现在 我们要把这张大网 给它撒出去 你们说 绣川大人要开智富堂的生意 咱们要不要也掺和一家 卖点什么 我当然是卖小说卖画报了 真卖不出去 才还能自己看看 不浪费 那我 去开兵书店好了 给远州人训导训导文化 还训导文化 你呢 这世界上什么钱最好赚 女人的钱最好赚 就外面那些花花草草 就地取材 能赚好多钱了 因为我跟他们是真朋友 你知道吗 我曾经落难 是老德伦 他救了我一命 我呢 在远州这片土地上 真正地生活过 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啊 就像你对帝都一样 可是 我们以前也是一起长大的呀 那时候在帝都的日子 你都忘了 那个时候你不快乐吗 那是不一样的快乐 远州这块土地 偏远平脊 算是子传家的属地 跟繁华的帝都没法相比 就像我一样 虽然有着子传家的姓氏 但是 秀哥哥 你不要说这样子的话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过 等远州的任务完成了 我们就一起回帝都 然后跟叔叔说 我们永远留在帝都 好不好 小娘 至少我现在得留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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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殿下是哪里不舒服吗 不是 那殿下是有什么心事 我来了远州之后 我才发现这里的一切 对秀哥哥来说是那么重要 相比较起来 我到底为什么来远州 来远州干什么 都显得无关紧要了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迷茫 我不知道我自己接下去 能干什么 应该干什么 你知道德伦他们为什么 跟秀川大人感情这么深厚吗 因为秀川大人给整个村子 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他们诚心诚意地对待我们 没有半点虚假 所以我们也愿意用真心对待他们 在远州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这里已经成了他第二个故乡了 可是 家族也有很多精兵强将啊 只要秀哥哥跟叔叔开口 那叔叔一定会念及我 他跟我的友谊 帮他照顾好远州的 是啊 但是人人都觉得远州是荒蛮之敌 谁又能像他那样 把远州当成自己的故乡来对待呢 小宁 远州这块土地是无数人来生存的地方 我们要对他负责 必要的时候 要为之付出一切 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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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宁 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让我再在远州待个一年两年 我可受不了 这里这么多虫子 现在 家族这么多事情 帝都要开三省台了 您要在这边平定叛军 我留在这里也是给你添麻烦 我 我回去 小宁 我没说完 但是如果我要回去的话 你必须要 亲自给我挑一匹好马 然后我的行李 也全都要你来帮我负责收拾 我这一路上过来可吃了不少股 必须要舒舒服服的手 好 好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 老板 这多少钱 大哥 两个银币 更便宜点 你看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一个银币啊 这个多少钱 一个银币 智慧兵输 人生不输啊 无论是带兵打仗 还是交友残情 老婆 生意兴隆啊 教你 人生不输啊 人生不输 人 人 我跟他这个 再来 不要急 不要急 给我一本开饭 好好好 稍等 走前 谢谢谢谢 拿好啊 太贵了吧 不贵 你开得很 先听 先挑啊 这位兄弟 我看你面带一丝困惑 这个太香了 这本书特别好 不买一本吧 干吗 干吗啊你 兄弟们 阿泽 怎么 告诉修川大人 旋行 废哥哥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 尝尝 第一次做的 还不错 真不错 不好啊老大 冒财他们被蛇族人打劫了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不是 请你帮我们把东西抢回来啊 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儿子我告诉你 这摊位上的东西 是属于摊转的 并不属于我子传秀个人 你回去告诉大伙 如果摊位上的东西被抢了拿不着钱 那也就意味着年底分不着钱 还愣着干什么 快去啊 让开 你真的不着急不去看看 其实对于秀子营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现在所有人都认为 秀子营是散兵游泳 难称气候 但是 要在一定的条件下 而这个条件的前提呢 就是他们能够真正地明白 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现在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到底是一个机会呢 还是一个巧合啊 蛤